在美中谈判前夕,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对部分中国官员限制核发签证以及阻止养老及退休基金投资中国企业,使得市场弥漫者悲观气氛,中场每股四大指数全数走跌,今天台股也以下跌40点的低盘开出,失守了万一关卡。 加全股价指数目前下跌67点,来到10,950点,目前的承招量是496亿元。